每天坚持甩手十分钟,什么毛病都没有 今天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甩手操,一共六个动作,我们一起锻炼吧 古人说大道质简,最简单的往往蕴含着最深奥的道理 养生大道也是质简,这样才能为人人所接受,为人人所实施 反而好过那些声色高深的养生道理百倍 今天分享的这个甩手锻炼操,六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简单 实际上原理却是完全遵循中医规则的 这个动作源于一筋筋,一筋的意思就是把弱的筋变成强的筋 把病的筋变为壮的筋 甩手通过牵拉手腕、手掌、足根、膝部等12条筋脉 使其受到刺激而引起的伸缩运动 甩手的时候要站着甩,不要坐着甩 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上身正直,目视前方 两手都甩到最大的极限 这样不仅能够扩张胸肺 还能够充分的锻炼肩颈腰背 向前甩时稍微用力 向后甩时利用惯性达到最大的极限 全程都要把手掌打开 脚步不动保持稳定 这样每天甩一百下 有的肩膀腰背酸痛的人在坚持甩手一段时间以后 会觉得好了很多 就是因为通过甩手打通人体经络 使身体更加流畅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所以说甩手运动是最简单的 可以随时随地都能做的一项运动 在练习的过程中出现头晕 胸痛,两臂酸沉这几种现象就表明过量了 要循序渐进适量而行 有些人出现了打嗝排气 这就说明了三胶通了 有酸麻冷热 这都是正常的现象 要坚持锻炼